新落出連賽冠軍的杰志 今天才舉行了記者招待會 教會上面有多個焦點 最大的焦點就是 杰志公佈剛剛落機的新教練 就是前藍斯拉夫球星 布施利斯高平 至於新教練他英文不是很好 大大致上都是這樣說 在這兩年合約裏面 我一定要為杰志獲得多幾個感票 當然當然越多越好 這傢伙60歲英文不是很好 但是他在85年 獲得藍斯拉夫最佳球員 而且在2004年 也得到最佳教練的稱號 和年度人物 都頗厲害 但是他也不是第一次來到亞洲 執教的 因為在2012年 他去到中超 執教了青島中能 1月19日上任短短不夠兩個月 就在3月13日第一輪比賽完之後 球會就將他升為 主教練兼技術總監 當然另一個焦點就是 主教練朱志剛 雖然五件在席上面 就大讚 杰志在12個錦標裡面 有8個和朱志剛執教的時候 拿到的 而今次 球會因為要為了 做好自己的清分工作 也是因為 杰志的成功 就會帶領香港足球的成功 情況大前提之下 朱志剛 唯有是重返去執教青年球員 希望在他執教 這個進修期 朱志剛的工作就會任重導演 朱志剛就變成等了的冬菇了 朱志剛就變成等了的冬菇了 朱志剛 朱志剛 朱志剛